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我想叫大家带一本书来 但桌子不窄 饭 菜 做湿本书 所以没有叫大家带下来 去到第一页 第三页 慈悲道长忏法才是正式的名字 世俗的名字叫梁皇宝忏 梁皇宝忏的渊源 缘起是怎样的呢 讲讲缘起 梁皇宝忏 梁皇宝忏是梁武帝时代的一个真实的事迹 梁武帝是何时候呢 是南北朝时 大概是公元五百年 即是东晋之后 随堂之前 东晋在佛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为什麽呢 因为东晋有很多高僧大德 其中一个是苟摩罗什法师 苟摩罗什法师翻译是大距东晋时 亦出了很多高僧大德 例如曾少 曾幼 都是苟摩罗什法师的门徒 在南北朝时 根据中国历史有南朝和北朝 南朝是宋齐梁尘 北朝是北魏 东魏 北齐 西魏和北周 苟摩罗什法师在南朝时 大约是五百年至五百五十年之间 宋齐梁尘有一个齐之后是梁 齐武帝亦是梁武帝 梁武帝是梁朝时 梁武帝 有位皇后叫做欺侍 皇后欺侍的妒忌心很重 毒害六宫 残害六宫 妒忌心很重 即是婢女 妃笨 如果有犯错 容易严刑 很多六宫都叫做毒害而死 所以欺侍 妒忌心很年轻去世 毒害六宫 亲恨心 妒忌心很重 如果大家读《大爱道经》也知道 女士有特别烦恼心重 比男士重 大家读《大爱道经》也知道 尤其是妒忌心 女人的妒忌心 比男人普遍上来说 根据《大爱道经》来说 是妒忌心 亲恨心 特别重 所以 欺侍死后 就堕落为妄蛇 堕落为妄蛇 有一天 梁武帝 妄蛇 欺侍死后 堕落为妄蛇 没多久 梁武帝日直怀念妒忌 有一天 在殿前 看到一条大网蛇出现 梁武帝非常惊恐 但这条蛇会说话 他说我就是妒忌 希望主上和我超度 因为我现时 在速度变成蛇 受苦无量 不单是蛇的痛苦 这条蛇是很特别的 在蛇的皮肤下 下面全部都是小的蛇 幸上食淡其肉 即是蛇本身是很痛苦的 这条蛇特别有很多小的蛇 在皮肤下的脂肪中 是咬那条蛇的 非常痛苦 因为他毒害 陆弓 残酷 所以多为速度 多为速度 还要受这条痛苦 希望梁武帝消遣 为他超度 梁武帝 跟保智禅师 当时保智禅师 亦是 梁朝当时时代的人 保智禅师是当时的高僧大德 保智禅师是哪位呢 保智禅师 保智禅师是一个小的生平 告诉大家 是专门习禅 有神通的 有神通的 因为他有神通 集禅之后有神通 很多人都争相问他的复和 法师 明天我将来占卜算命 他以为法师会占卜算命 但他有神通 能知过去未来 经常问他和服 官府怀疑他妖言或众 将他投入监狱 但很奇怪 把保持禅师放入监狱坐牢 日常见他人游行于市 在寺院中 还见到他人在外面 他入了监狱 在监狱坐牢 为何还会出监狱 回到监狱看看 他又在监狱 即是可以同时几处出现 又可以游于市 又可以在监狱检视 见他在监狱 因为有神通 当时齐武帝 不是梁武帝 齐武帝 觉得这个禅师很特别 迎他入去华林园供养 不准他出外面 虽然在华林园供养他 因为他有神通 又问他很多关于和服的事 不准他出去 但他又时常在外面 黄阳佛法 时常在外面见到他 回到华林宫又见到他在 即是他一个人 现几个身 直到梁武帝 解禁 即是 不困住他 梁武帝时常与他谈论佛法 今次见到这个稀士 堕落网蛇 梁武帝要求保治禅师 为他超度 保治禅师是什麽呢 保治禅师这一派 叫做金顶疲劳派 是一个很古老的派别 金顶疲劳派 我就是金顶疲劳派 一直在东晋的时候 流传到现在 金顶疲劳派 出家的众比较少 因为很多其他 毅仰宗 曹洞宗 其他比较多 因为他的渊源很远 金顶疲劳派 就是保治禅师 这位梁武帝 请保治禅师 去超度 保治禅师 集合了 群经里面的很多原文 所以你能否听我读 主者探文 公文 梁 王 保探 微 勒 提 明 至公 习 华 藏 之原文 群 经 陆 诗 佛 之 圣 号 即是保治禅师是至公 匯集了三藏十二部里的精要的文 放在这个忏悲道场 忏法 六群经诸佛的圣号 我们还要拜佛 梁 王 保 忏这本忏文 集合了群经之要点 尤其是对世间法的要点 所以全部有十卷 梁 王 保 忏有十卷 一共四十品 二千多拜 通常 中国汉族人 不讲《忏文经》内容 所以没有人讲这部经 只有帝贤法师讲的这部经 这部经应该讲的 因为它里面 很通俗之中 因果报应讲得很透切 所以十卷四十品 二千余拜 大家 今天拜忏期间 一定要诚心诚意拜忏 保持贤施九十六岁 直灭 在《神僧传》有记载 这个名字 《慈悲道长忏法》 这个名字 刚才我读过 《公文》之后 我们读了 第一 我读完《主者举文》 读经文 大家有一件事要注意 拜忏时不要东想西想 有些人的身在拜忏 心就回家 想想家里的事 有没有买菜 有没有煮饭 家里的人怎样 这样 网念纷飞 网念纷飞 诚意不足 诚意不足 感应也有限 因为万法为心 既然来到拜忏 就要修定 读经时 看文要有定力 不要 网念纷飞 身在 身不在然 这样 不能够 如你作义 功德有限 要注意 网念纷飞时 立即回复 忏悔文 这样才是 读忏悔文 大家注意 就算在这里我讲话 我一看之后 很多人都没有留意 有好几个人 想来想去 看来看来看 厕所有没有人 看这里有没有人 正乎在个堂里 你都不集中精神 更何况你念经 拜佛 今天大家要收集禅定 不一定是盆腿才是禅定 不一定是结家夫坐才是禅定 在这里 东张西望 根本上开示 你都没有集中精神 更何况你读经 所以这些 没有好好 观赏 或者 没有善知识 未有善知识 不敢说 没有善知识 未有善知识 告诉你 就算告诉你 可能你不接受 如果有人说 你不要 望来望去 重经你 留心点 你可能还骂人 我关你什么事 都未定 人的我慢心 就是这样 所以 一定要有善知识 告诉你你的错误 告诉你你的错误 就是善知识 赞叹你的 所以 未必一定是 最好的善知识 不是不好 我说到 慈悲良望补忏 慈悲道长参法 最重要是哪两个字 慈悲道长 这四个字 是怎样得来的 我刚才说诵文时 有一句 慈悲道长参法 慈悲道长参法卷第一 我现在读出来 立此慈悲道长 四字 乃因梦感 慈悲道长 慈悲道长这四个字 是弥勒菩萨 保持禅师 做了梁王补忏的纵运时 我要安个什么名字 上去 不知用什么名字 晚上 休息时 梦见 弥勒菩萨 现在在兜率天 一生保持菩萨 将为下生 在龙花树下 成佛 广道众生 为什麽 梅勒又名慈慈 慈悲 慈悲 所以梅勒菩萨 指示 保持禅师 用慈悲道长 四个字 为梁王补忏的忏名 所以叫慈悲道长忏法 既然如此 何谓慈悲 什麽是慈悲 慈 为什麽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慈 慈 也即是 给众生一切安乐 施与众生一切安乐 悲是什麽 不单给众生安乐 总拔除众生的痛苦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慈 有三大慈 哪三大慈 生缘慈 法缘慈 无缘慈 池大家知道 比快乐 比安乐人 如果老害人 老乱人 激怒人 骂人 不单是慈悲 作业 老害别人 欺视是老害别人 妒忌别人 乃至杀害 毒害别人 这个池不是 相反来说 不单不老害人 还比别人快乐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骂人 说别人不好 批评人 说别人是非 那便老害别人 便不是慈 你是信佛 但所行的是背异佛陀所说的说话 便不是慈 慈 第一 生缘慈 甚麽是生缘慈 即是 与众生结缘的慈 与众生结缘而让他安乐 在这里观音寺做事的职员 乃至义工 每天都让众生安乐 为何 别人来到某某往生 解释给他听 你不用害怕 我们这里有法师和你 大超道 你应该回家 应该严重地藏经 你应该怎样 这就是给众生安乐 别人很努力 别人很忧愁 便让他安乐 解签时 如果你有这件事 你应该这样解决 当然你要正知正见 你才知道 如果你 начbies说佛法 你不是正知正见 教错人有罪 所以 这里 任何的义工 不只成为义工 要需要听佛法 我们不懂懂需要听佛法 教人迷信 今天要教人打燒烫补烤烊捉火烤 karena烧香 如果你完全不懂佛法 会骂道别人 所以生缘慈是众生结缘 即是观一切众生由于截止 而与安乐拔除他的痛苦 生缘慈 这是凡夫的慈悲 还未到 这已经非常好 这叫小慈 是凡夫的慈悲 给众生一切安乐 这是三圣人最初的慈悲 什么叫三圣 声闻缘国 大致初地的菩萨 这就是小慈 亦是小慈 第二是法缘慈 法缘慈是开悟诸法 是无我真理所起的慈悲 这慈悲不是表面的慈悲 他内心已经误到无我之理 无我上 人上 众生上 受者上 无我无人 这是阿罗汉 乃至初地以上菩萨的慈悲 叫做忠慈 高级的慈悲 慈悲是怎样 慈悲没有人我分别 这是我妈妈 我帮他 这是我哥哥 我帮他 这是妹妹 我帮他 我帮他应该多于帮别人 因为他是我的亲人 有所分别 但到了法缘慈 无我无我所 就是忠慈 最后是无缘慈 无缘是远离差别见解 无分别心而起的 平等绝对慈悲 慈悲是可以报私自己的身体 为身体而捐躯 这些慈悲是什么呢 是大慈 佛的慈悲 等觉菩萨的慈悲 妙觉菩萨的慈悲 地藏菩萨 法文地十地的慈悲 观音菩萨的慈悲 乃至一切大菩萨的慈悲 慈有这麽多意义 有生缘慈 法缘慈 无缘慈 所以叫做无缘大慈 只是说慈 给人快乐叫慈 悲 拔除别人的痛苦叫做悲 悲有三种 第一 外见悲 什么叫外见悲 这个慈悲 是由与他有缘 拔除他的痛苦 无缘还要想想 这是属于对六亲眷属的慈悲 他是我亲戚 是我朋友 我认得他 我对他很慈悲 这是外见慈 外见悲 正如说无缘慈 生缘慈 法缘慈 无缘慈 现在说悲 外缘悲 就是与有缘之人 拔除他的痛苦 第二 平等悲 凡是遇到一切的人 无分别都要去救他 这叫平等 一切平等悲 这叫宗悲 这叫宗悲 第三 同体悲 同体悲 了知法性平等 众生和佛体同 体悲 同体悲 苦亦平等 即是说众生有痛苦 就是我有痛苦 所以菩萨观一切 从矮乃至从矮乃至一切诸佛 过去父母 大家为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利落一切众生 好似 如果众生有痛苦 他的身体 即是我的身体 一样痛苦 所以叫同体悲 如是者 慈悲是生缘慈 即是爱见悲 法缘慈 即是平等悲 无缘慈 即是同体悲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 什麽是慈悲 大家记住这句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就叫慈悲 慈悲是有这样的解释 这个慈悲 如果大家看《探文》 有很多慈悲 整部《梁皇宝忏》都是说慈悲 或者有一两段 现在有点时间读一读 那两段讲慈悲 慈悲是怎样慈悲呢 里面讲慈悲是什麽呢 诸佛心者 三慧经言 诸佛心者是大慈悲 慈悲所愿 愿苦众生 若见众生受苦劳时 如箭入心 如破眼目 见义悲寄心慕 暂安 欲拔其苦 令得安乐 由诸佛等致其 化是君 至于释迦 偏清勇猛 以能忍苦 道切众生 所以佛菩萨 为什麽是伟大呢 佛菩萨救众生 与众生的身体一样 当然当你有痛苦时 佛菩萨如万箭穿心 祂想拔除你的痛苦 所以若求佛菩萨 诚心你决定求得到 因为佛菩萨等着救 有慈悲 但最重要是 你的心与佛菩萨 连连贯得到 若是用妄心 是用行心与佛菩萨未有贯通 虽然佛菩萨的月亮 照入你的心海 你的心海涟漪昏涌污染 你的月亮光已经照不到 一定让你的心 至少你的波涂 心的波涂不是那么汹涌 心的波涂平静下来 然后照见 月亮光影 这是很合逻辑的 你心里的波涂是否汹涌 是否有妄念 妄想 当你一妄念清静 便有感应 所以这叫慈悲 慈悲两个字解除了 在过堂不能说得太长 因为梁王宝忏 是说半年 帝行大师 说梁王宝忏 说一年 因为他有四部 梁王宝忏 保证大师录 我们只是 很广泛地 在过堂时 用半小时 来说 我还未说完 现在还未说完 现在 现在说了一半 慈悲 慈悲 我今天解释个文 慈悲道场 参法 六个字 什么是道场 什么是道场 道场 如果凡文说 Buddhimandha 道场 通常我们说修行佛法的地方 叫道场 是否这样 意义是比较深的 如普通来说 在《卷禄》《卷禄》《如来神力品》中说 所有各土 若有授词 独众解脱 书写 余说修行 若经典所在之处 若于圆宗 若于临宗 若于树下 若于增访 若白依赦 若在殿堂 若山谷抗野 是中皆应起塔供养 所以这何当之是处 即是道场 道场是怎样的 你的家就是道场 白依赦 你家有佛堂 那就是你的道场 你去到抗野静坐 抗野的地方就是你的道场 你俗经重经 你在车里面 我乘巴士 我在车里面 重经 当下这就是你的道场 道场不是只有一个 不只是佛指式叫道场 如果再高一层次想 当你发心的时候 动机一发心就是道场 所以什么是 直心是道场 心是道场 道场 何处不是道场 直心是道场 当你一发心时就是道场 若如我们说 我们要找一个道场来拜佛 很多人喜欢跑道场 甲道场 月道场 甲月秉丁 跑十几十个道场 上午跑道场 中午跑另一个道场 晚上跑另一个道场 一日跑三个道场 有 以前唐朝有一个无尽比幽 他就认为 我家里的道场 我的小佛指 师傅创建的道场 这个道场 我没有怎样开悟 我要外面找道场 他找理想道场 找理想道场才可以开悟 谁知找了很多年 找了 六七年七八年 找不到 结果回到师傅 回到师傅的小道场 一走过 梅花丛林 还未到师傅道场门口 一闻到梅花丛林 他悟了 无尽比幽离开悟 他开悟后说了一句话 在心底流露了开悟的说话 我不再跑道场 没有一个道场 自己的心就是道场 他怎样 寻春即找道场 古人说寻春即找道场 终日寻春不见春 望海踏破领头云 归来吐过梅花下 春在枝头已十分 回到师傅的小道场梅花丛林之下 一闻到梅花香味 啊 春在枝头已十分 原来春天 就在自己的小道场里 不用周到去找 这是无尽比幽 另一位法师叫 慈爱怀心法师 他怎样说呢 灵光一点甚分明 何必青山沉达摩 灵光一点 你的心就是道场 灵光一点就是你的心 灵光一点 甚分明 心很分明 何必青山沉达摩 我到处去找达摩祖师 找来找来找不到 原来灵山一点 自己的心就是道场 所以以前的 大德里的诗词歌赋 我们可以找出 原来道场者 即心是道场 不要周到去找 你不收心 你猛跑道场 是没用的 如果你又收心 又跑道场 去支持所有的道场是好的 千万不要说我意思 你叫我不要去走地道场 不是 你的心要定 不要周到走 浪费时间 所以 有位 禅师作出一首解语 通文禅师 如今无处 密清深山 但得深闲 即闭关 吾月不分 烟水路 罪人 秋色月初圆 有些人说 我要找个道场来闭关 我没有道场闭关 有道场很清静的闭关 如今无处密深山 但得深闲 即闭关 有没有留意你的心观心 你观心就是闭关 不用找地方闭关 吾月不分烟水路 不分南不分北 吾月即是南北 罪人秋色月初圆 你去南方找个秋天 找个月色 明朗月色 又去北方找个秋天 找个明朗月色 不就是一样 有何分南方月亮 外国月亮大一点 是否自己故乡月亮不够圆 一定要外国的月亮更圆 罪人秋色月初圆 罪人的秋色就在你的心里 这叫做 道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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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里面